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看一个人的层次高低 不是在于地位和财富 而是在于格局 修养和素质 平时你把时间花在哪里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俗话说得好 跟着什么样的人 就学什么样的人 将来就是什么样的人 今天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层次越低的人 越喜欢做这四件事 《道德经》第41章中讲 上是闻道劝而行之 中是闻道若存若亡 下是闻道大孝之 人活一世何为层次 老子在《道德经》中告诉我们 层次高的人听闻道 会深信不疑 并立刻付诸行动 中等人听闻道 则半信半疑 而层次低的人听闻道 只会哈哈大笑 层次高的人 站得高 看得远 可以牢牢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 而层次低的人 往往会把时间浪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 有什么样的层次 就有什么样的人生 层次越低的人 总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这四件事上 层次越低的人越爱面子 《道德经》第38章中讲 大丈夫处其厚 不拘其薄 处其时 不拘其滑 大丈夫力身要厚荡 不拘泥于浅薄 内心低调朴实 不拘泥于表面 然而生活中很多人 一生都被面子所困扰 只会自欺欺人 甚至鬼迷心窍 村子里有一位姓田的秀才 家里穷困潦倒 为了生计去地主家做些杂活 他一心贪图地主家的钱财 却又到处声称 我又不缺钱 我只是想来体验生活 一日 有人看到他在角落里啃窝头 被发现后 他慌忙地说道 总吃鸡鸭鱼肉 难免受不了 尝尝这些也是好的 地主一家 对秀才十分关照 年官已到 地主准备送他些年货 他却推托道 我家里什么都不缺 不必给我 被拒绝后 地主心生好奇 便让下人随他一同回家 可秀才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随后编了个理由 就匆忙跑了 随身带的行李都忘了拿 下人拿着秀才的行李 打听了许久 才找到书生的家 眼前的一切 却让人目瞪口呆 一间土房子破破烂烂 大门也摇摇欲坠 屋里只有一张 勉强能睡人的床 再无其他陈设 一个人 越缺什么 就越显摆什么 打肿脸充胖子 让别人认为自己 过得很好 其实 没人会盯着你的生活 日子自己过 不是给人看 不需要为了虚无的面子 让自己活在虚荣里 面子绝不是虚荣与傲气 而是根植于内心朴实无华的修养 懂得放下面子 人生才会越来越好 层次越低的人 贪念越深 《道德经》第九章中讲 持而迎之不如其己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老子告诉我们 成的东西太满 必然一而流失 太过尖锐的东西 不能长久保存 金银财宝太多 终有一天会自招其货 人活于世 要懂得手中 凡事适可而止 切不可贪欲太深 要知道贪欲的尽头是地狱 有一户贫苦的人家 平日靠编织芦苇维持生活 一日 他的儿子上山途中 发现一枚价值连城的珠宝 便拿回了家中 那只 父亲看到后大惊道 这珠宝 乃是九重之渊 那黎龙口中的宝物 如果被他发现 定会被生吞活泼 我们还是尽早归还 以免惹祸上身 儿子认为 只是父亲胆小怕事而已 难得自己 有这么值钱的珠宝 怎能就这样还回去 怎料父亲话音刚落 黎龙便寻到了这里 将他们本就破烂不堪的草屋 以为平地 一家三口葬身龙腹 高飞之鸟死于贪食 深潭之鱼死于香儿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盲目的贪求 只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不贪便宜 不走捷径 才会避免人生道路中 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层次越低的人脾气越大 《道德经》第78章中讲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滴水可以穿石 水能攻克世间任何事物 但同时水也是天下至柔之物 做人亦是如此 生活中层次越高的人脾气越小 而层次越低的人脾气反而越大 张飞一生英勇善战 最后却死于自己的脾气 一次 手下无意犯错 张飞顿时火冒三丈 借着酒劲将此人活活打死 这样的事实有发生 众将士早已怨恨万分 刘备曾劝他说 将士同你出生入死 切不可随意责罚 张飞当面答应 但转身就忘 依旧暴虐成性 关羽被杀后 张飞得知消息 愤怒至极 下令将士三日之内 置办好白棋白甲 挂校伐无 手下范江和张达 向张飞提议 三日恐怕难以完成 可否多宽限些时日 那只张飞听后怒火中烧 下令将每人各打一百大板 两人被打得皮开肉绽 张飞命二人按时交差 否则军阀处置 两人早已忍无可忍 商量道 明天完不成任务 这司定要杀了我俩 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 等到天黑 范江张达 趁张飞酒醉之时 将他杀害 并带着他的头颅 投奔了东吴 张飞之死死在脾气 再厉害的人 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 那么早晚都会栽到自己的手里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那些没脾气的人 他们就像水一样 欲视从容不破 看似柔弱 实则刚强无比 脾气拿出来是本能 压下去才是本事 真正层次高的人 能把握分寸 驾驭脾气 层次越低的人 越是炫耀 《道德经》第58章中讲 圣人方而不割 怜而不贵 职而不嗣 光而不耀 奉行大道的人 言行方正但不生硬 锐利但不会伤害人 直率但不随意 光亮但不炫耀 层次高的人 懂得隐藏锋芒 过度的炫耀 只会祸患无求 在一座深山中 有一座道观 道长下山云游 只剩小道童一人 一日 一行商客 行至道观 想要借助一宿 小道童便热情地款待 晚饭时 商客对道童道 此观无比气派 想着定有很多 奇珍异宝 小道童想在商客面前 炫耀一番 便说道 我师父有一件道袍 乃是当今皇上所赐 华丽无比 商客听后 心生歹意 深夜 趁道童入睡之际 几人想要偷走道袍 哪知惊醒了道童 几人便打伤道童 拿着道袍逃之夭夭 目秀于林 风必摧之 行高于人 重必飞之 生活中 像小道童这样的人 不计其数 要知道 一味地炫耀 只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而层次高的人 懂得低调收敛 这才是明哲保身的 厨师之道 《道德经》八十一章中讲 天之道利而不害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自然的法则 是有利万物 而不伤害万物 圣人的法则 是帮助万物 而不与万物相争 肉有五花三层 人分三六九等 不同层次的人 有着不同的生活 余生愿你 少爱面子 多提升自己 少些贪念 要懂得知足 少发脾气 多修炼自己 少些炫耀 多低调谦和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 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 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 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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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